玩具其实变得英雄非常少 对 他们整体来讲的一个容错率 可能会考虑比较多一点 就我们看到他们的阵容当中 不管怎么选一定会有一个团战点 这个点可能是区别于 这个TNC来讲最明显的一个位置 就TNC他们可能会为了保证 自己在前期足够大的优势的情况下 放弃团战这个属性 就像上一局 我觉得他在前期确实也是 做到了一些线上的压制 但是到了中期又会发现 因为没有团战能力 面对对方大牛外加全能 这样一个体系 是完全崩盘了这样一个决定 我觉得他们如果是碰到一两个人